他還是唱片歌手 後來他有一天突然找到 我說我來 可不可以來加入百勝百勝 我說你不是演瘋狂妖戲嗎 不是 你知道多麻煩 我演瘋狂妖戲 不是瘋狂妖 還要親嘴 我老婆會瘋掉的 我說你不要開玩笑吧 我老婆邊看劇本邊掉淚 說為什麼 那時候我常常上瓜哥 那時候鑽石舞台 那就覺得 這個徐乃琳還滿好笑的 通告藝人用 沒有包袱啦 就像通告藝人 我比較不在乎這些了 那所以瓜哥就說 百勝百勝有沒有要來玩一下 後來王君也說 徐乃琳不錯啊 讓他去啊 當時他的游泳艦將 什麼遊戲他都玩得很好 真的 我跟你講 我所有人看到我 很多人常都講 百戰百勝那時候那個 那個大滾輪 下面是水池 有沒有一個圓桶 要走走走走走 帶人過去 帶一個人 站在那上面 一直過去 我還帶兩個人那時候 真的啦 百戰百勝每一個 我都 那個 難臉很強 都很好玩 像這樣的節目 我看 現在也做不出來 因為那整個製作成本太高了 對 台灣都太神了 我們現在做節目 那個 四十年前的燈還在 真的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說 乃哥 為什麼你電視上 沒有本人好看 我說那燈四十年前 每次我們中午你記不記得 陸安穎 都會到休息室大家 因為早上九點就都開始 真的耶 九點鐘大家很冷 六七點就從台北開車下來了 對 九點大家站在那邊 冬天啊 大家很冷嘛 我就叫他們站好 通通站好 我一個一個踢下水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先讓他適應這個水 要不然水太冷了 很冷 中午要休息的時候呢 你就聽到他一台紅色的冰式車 後面就放Michael Jackson 他特別喜歡Michael Jackson 就聽他的歌 我就比較低調了 我是開了港星車 沒有啦 開港星車 有啦 你往後來好幾部車 好幾部車 中間有一個鐘頭休息 你記得 在吃完飯就有泡茶 小亮哥不是在那邊泡茶 對 我就在那邊休息的時候 他就開始 起床走 桌上整理乾乾淨淨 這看不習慣 弄那麼高 到現在我還是一樣這樣 每個各式起床 我是負責睡覺的 小亮哥是負責泡茶 那小手指很短 那個擠那個茶 你記不記得 他擠完茶一喝喝喝喝 喝完大概喝 就看他在摳腳 對… 我靠 你摳腳的手拿來 你摳腳拿來泡茶給我們喝 就有一句話 你為什麼突然會 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是第一個 真的我覺得跟年齊有關係 第二個可能也是日積月累 唐從這來幾次 感覺就是沒有那麼舒服 第一個 跟年齊 第二個戳了幾次 那一天又戳 我懂那種感覺 我也跟那個山芙 在做大銀家的時候 對 那天怎麼講他都不聽 遊戲都一直不變 好像是在嘉義還在哪裡 我說你再這樣 我就叫車走了 他才不理我 我就自己回來 你叫車走也不是一次 沒有 你自己開走了 沒有… 我是坐高鐵 有 擺在擺車 車子開了就走了 有過嗎 後續看了就走了 有過嗎 瓜哥 後來後來 那你們就這幾個自己做了 有一次 是喔 有 哈哈